江洪杰扶元爱虽然已经离婚两年 但两位的纠纷未完 这次小杰不忍了 预计在台湾时间今日下午凉点 在东京开国际记者会 控诉前期的一切恶劣行径 消息曝光后引发外界哗然 对此扶元爱也在27日凌晨 紧急发布208字的声明 呼吁江洪杰不要违反法官的要求 从扶元爱的台湾和日本律师 共同发布的声明中 可以看到繁体简体剧文英文四种版本 里面也透露了两位的官司进度 律师表示他们的相关案件 此刻证于日本及台湾新竹地院的法庭审理中 而台湾新竹法院3月27日开庭时 当庭预知不得对外公开讨论 本境家事事件内容 因此预请张洪杰切勿违反法官要求 双方再度杠上 而这次小杰选择开记者会的场地 这是两人举办过梦幻婚礼的东京迪士尼饭店 当时是无比的浪漫 但他这次重回旧地 却是要控诉胡言爱 让人看了很是不神唏嘘